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定位置 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胜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八万四千个智慧 风水学的环绕 相对的有八万四千个环绕 我们弄错了 十次环绕在身边 我们也不知不觉的 家里不和谐 不平安 这是我们人所忽略的自以为是 所以我正到了三十多年 所服务过的那么多的十方善信大德 结果呢 能够体悟 能够欢喜信寿的不是很多 我也只有笑一笑 个人的英年罢了 所以风水学最开始就是门 大门篇 大门就是我们的口 然后第二个门进来就是喉咙 第三个是胃 第四个 肠子 到最后来是肛门 五脏六户 都是有空水学的真理存在 我们谈到大门篇和内大门 我们来看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呢 这是路 路 路进来咯 这是外大门 进来你这里就设计一个门 进来有门 这是穿心扎 穿心门 穿心门心脏病 赚钱守不住 一位王文明老师 到西班牙移禀去了 要他在那边帮西班牙的朋友 帮他们看房子 所以他在西班牙看 不知所措为什么会这样 都是从前面门一打开来 直接穿到后面 就穿心扎 财都守不住 所以西班牙的经济 很不好 一般老百姓的家里经济 也都很不好 要到银行领二十万的台币 一定要三天前跟银行讲 银行才有办法应付你 一下子要领二十万 最后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风水学对一个社会 一个家庭 一个国家的经济 非常非常的重要 只要我们王老师 王文明老师 问我怎么办 我告诉他 你看不是只有看出这个毛病 我要如何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就告诉他一些药令 像这个穿心扎 门能改这边来 不方便改的话 你就进来这里 一个屏风挡住了 气进来 移到这里来 后门 你就把它挡掉了 因为后门和前门 后门和内门 穿着一直线 那是煞气 煞气的 住家人 绝对不平安 你身上有多少钱 就是找医生 花掉了 莫名其妙 花掉了 这都是风水学的厉害 还有就是这样 你不方便改 你就后面 你把电冰箱 挡在这边 冰箱把它挡在这里 农边洞 在这里 自然气也会 缓和下来 这都是趋极必凶的 上圣法门 我们违愿 各位唯心贤士 十方善诸士们 了解到 大门穿心上的 真实意 各位唯心贤士 各位唯心贤士 各位收藏善诸士 网路上的好朋友 风水学的奥秘 关系到你 我 他的平安 平安与健康 也关系到 小受费的平安与健康 更关系到 国家的平安与健康 有一句话叫 国富民强 民不强 民不富 国就不富 国就不强 这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国家是由人民 累积起来的一个大团体 若是 我们一个人的不平安 国家一定减少福分 社会减少很多的福报 这是不变得真理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为各位讲解 外大门与内大门 它的重要性 我们有如 这张图 这张图 这是 黄子这么深 你们在这边 里面开虎文 这是内大门 外大门 虽然是中文 对它来讲也是龙文 这边 内文是龙文 站在外局 它是虎文 所以这个缺点 就削减了 很多的福报 那么我们以这一张 这个案例 一栋房子 深深的 你的文在虎边 这边叫做虎文 虎文 是雪光 是劫财 不平安 就是你们 这里进来 到进来又有一个门 这是中庭 进来是寇厅 寇厅 门也是开虎文 到进来 卧室 要到后面来 也是虎文 这里是虎文 这个是虎文 全部一切虎文 雪光连连 这你怎么样呢 求上帝 求神 求佛 都无效的啦 我印证了那么多 山本有一千斤 房子只有四两种 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 那怎么办呢 像这个门 这栋房子 门在虎边 外大门就错了 你做生意 那去进不来 你务必要改到中间来 要改到中间来 这不是拆除了 所以起码 你外面的外援 外援 你已经安住外援了 但是进来 你这边还是一贯的穿过去 白虎穿心 女人生病 白虎穿心 全家生病 冷清清的 家庭气氛 那怎么办 还是把里面的门 一定要改 不然 你用屏风 隔起来 进来的门 没有缓冲的空间 你可以在这里 做个屏风起来 这屏风起来 你来 出去 就转为 为安 所以 内门 祝家庭的平安 外人 外门 对外的 顺利 吉凶 各互相见 祝福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奥秘 是本维心圣教 上圣心法 洪水学的真理 从《八卦译经》 宇宙的真理 所衍生出来的 真理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这张图 左边 右边 左边是 砍挂 这是我们的手部 这是我们的头 前挂 右手 这是驴挂 驴挂 驴为火 看为水 为龙 水为财 驴为火 为血光 为破财 吴后 是钱 是钱 为手 为头 为智慧 为钱 为贵 权贵的 前面 是驴挂 驴挂 坤师傅 杜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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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藏六户 所以我们 尽量开龙门 开龙门 为上策 所以开龙门 就是砍挂 为水 为水 气进来 就柔性 这么进来 虎边进来 是为火 为火 克金 手部是金 克金 这生水 这都非常有科学哲理的 可惜我们很多人 不了解这个真理 都一直就供高 自以为我能 怎么样 能是一手 撑进千江 千金顶 无知的人 我们应该 重新思考 这是错误的思维啊 因为你不懂得 宇宙的真理 和不懂得 人的真理 好了 我们人 头就是钱挂 是皇族的后面 我们的相助力 龙门 左手就是龙 左手动 越动 越健康 家庭越和谐 右手动了的话 阿爸 就是强势为火 火就伤自己的头 水是金水相生 这个火克金 这都是非常非常的 有哲理啊 可惜我们的很多人 做个面疏忽了 才会造成很多 莫名其妙的损失啊 鬼谷仙师王产老祖 要我传这个妙法 以最平常的 以最简单的 大家听都懂了 我在那里讲的漫天的文宁文 没有用啦 会听你文宁文的 他才不相信你啊 不会听文宁文的 一般的生活百姓 最需要平安啦 国家的命脉运动力 也是这一些 平民百姓 平民百姓平安喔 国富勉强嘛 平民百姓不平安喔 来谈什么 所以国家的教育单位 应该要有智慧 来教育全民 认识居家环境 住家风水 洋载风水学的奥秘 利人和利天 所以王产老祖的慈悲 不是一般凡乎 所能理解的 那么今天我们有缘 来各位阐述 讲解 洋载风水学的奥秘 他对人生 对国家 对社会 是息息相关的 增产 奥秘 祝福各位 各位微信闲士 各位失望散知识 以及各位网路上的朋友 祝福各位 祝福各位 无论王后将相 贩夫走足 都要有家可住 祝福各位 不管你是富有的人 或是穷的人 移概 移概 吉准 吉准 互贱 辽辽 分明 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 他是非常有钱的人 有一天 他搬到阳明山 某一个区域的大楼 是别墅的 盖的很漂亮 当他搬进去住的时候 就很不平安 就来找王产老祖 为什么房子盖得很漂亮 结果都不平安 这个形状 这三坡地 他在这里面的土地很大 他盖在里面 把这个门 从这边进去 开虎门 路过来 他就 到这边来了 外大门在这边 外大门在龙边 很好 但是 他房子开内 开虎门 内虎门 一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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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上去 一阶上去 这里都排了布满的石头 就像拳头 孩子 凶我半石 搬进去 这里孩子凶我半石 他们住在这个家里 这树都很漂亮 松树很漂亮 所以 到这里上去了 都是石头 排了很漂亮的石头 都是拳头 就等于说我们 人的拳头 门出去了 右边都是拳头 孩子比一个比一个凶 凶的半石 妈妈讲话 拳头就要来跟妈妈拼 无论女的男的都是一样 我去看我心里很疼 我说你怎么去买这栋房子呢 这栋房子的朋友 他们买了还没住 就卖给我了 我说这个房子 你朋友一定有请人看过了 有我朋友 他们请人看过了 说这个石头都 握钱会赚钱 握钱会赚钱 所以我就跟他买了 我说你真是业障很重 这握钱 是抢钱 倒是抢 所以他的朋友 卖给他了 从此就不见 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他们夫妻这里面住 孩子一个比一个凶 全家不像家 这个是开虎闻 开虎闻再来 你的右手走下来的 整个的右边白虎边 中庭白虎边都是拳头 这个印证到风水学的 极凶祸福啊 所以我希望你们 盖别墅的朋友们 不妨来读《易经》 到处我们再开《易经》 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 然后再帮助他人 祝福各位 谢谢 这次台湾一遍 愿我行公妙一生 各位熊王赞之士 各位熊王赞之士 网络上的好朋友 我们来讲解 鬼谷子新法在台湾 就是风水学的奥秘 这是千古不传的真理 现在鬼谷子已经降还尘 把这个最贴切关系到人的平安 就是风水学的奥秘 风水学是影响人的心 风水学影响人生 风水学影响社会和国家 风水学影响到我们每个人 时时刻刻的思想和想念 和行为啊 所以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 大文篇 大文篇外大文 应安与农边为家 安与农边 你可以印证自己的公司 印证自己的家庭 若是你的文安在府边 你守岁市多 安在农边 守岁市就少 这是不变的真理啊 我们以这一张图为例 假户 假户 乙户 现在我们很多人 雙并市的公寓 雙并市的公寓 雙并市的别墅 假户 建筑 都是糊涂 那么建筑公司 没有智慧 你就把它两个文排一起 这边是凶 这边是急 你可以去印证看看 这边文排在 虎边的 最后 到最后来家庭不和谐 不平安的一大堆 乙户 你这文 从农边 这是农文 这是虎文 虎文 进出的 家里不和谐 农文进出的 家里和谐 所以 我们 应该 最好 就安在 隆边 就安在隆边 这是急 这是急 安在虎边的 都不好 我看太多了 印证太多了 若是各位你们家里有问题 按错了 那是我们的虎报不够 我们能改 赶快把这个改过来 把这个改过来为家 或是改到中文 第一个改隆文 第二个改中文 还比较平安 这边虎文绝对不好 我印证太多太多太多的案例 我愿我们所有维心闲事同修 你们学艺经 最基本的法轴 你们要懂 你们要认知 那是 洋载风水 对自己的家里的孩子 女儿 女婿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本智慧啊 所以 老祖书孙导教书行 要从每个人家里做起 那么有人问我说 师父啊 那怎么天下太平 只有这个天下太平 很简单 用网络 把它布满全天下 先人撒往一楼框 就是 布满 天下用网络来传道 大家懂了 自己改善 自己就会平安 天下就太平了 祝福各位 各位 微信闲事 及各位 十方山之士 系网络上的 朋友 阿弥陀佛 继续来 为各位 禅姐 维谷子新法在台湾 风水学的奥秘 仰臺风水学奥秘 仰臺风水关系到 人的平安 家的平安 包括事业的平安 国家的平安 都与风水学习习习相关 你可以不信风水 但是我们容然受风水的影响 吉凶霍辅 我们这一节为各位来在讲外大门 外大门应安于龙边为家 龙边 我们大家把龙边有时候都搞错了 我们向出去 这左边左手为龙边 右手为虎边 后边为玄武 脚为朱雀 皇祖中央为沟臣 五脏六户为沟臣 所以你的外大门 要安在龙边是最好 安在湖边 有时候是很好 但是雪光 年年很多无意中的灾害 都会发生 比如这张图 这张图 是一个房子 背后 前面 左边叫做龙边 八卦就是砍卦 砍为水 为财 为贵 为平安 那么你开这边的门 为虎边 虎边为火 这个雪光 破财 才守不住 破财 这很简单的道理 并不复杂 可惜我们人很容易 将这个基本的方向 弄错了 弄错了我们就会不平安 所以门有一千斤 门千斤 皇子只有四两重 四两重 门千斤 措数两 皇子四四两 这个例子 我们 人都忽略了 有人说 我不信 到最后你绝对要信 因为你的 我们的失败 不如意都接近了 好 无形中 你会感觉说很疲乏 白虎文出入 因为我们头部 屋后 四十斤 好 那么白虎 火克金 火克金 那我除了血压会高以外 精神的恍惚 精神的不安 这是非常非常应验的 所以我鼓励各位 一天你们只有五分钟来接收 这个风水学的奥秘 的铲鱼啊 你接受咯 你有福 你没办法接受 那这血压 我们也不要勉强啊 早日圆祝福各位 大家平安 数月顺利 好 和家平安 祝福各位 双善知识 各位好朋友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谈解 鬼骨子心法在台湾 杨仔风水学的奥秘 这是一部天书 天上留下来到人间的一部书 一部经 一辈子一部书妙化 在过去古时候 因为皇帝还有有钱的王佛将将 一级之师啊 把这些妙法 作为自己保家之用 都一直 都一直 闪动 老百姓啊 你们不能信风水 啊 风水是学教 事实上 就是这些大官的自私自利没有爱心 而将风水占为自己保护家业 家产的妙法 等到 民国以来 还是这样 所以在台湾的学术界 对武术界 都很瞧不起 结果 啊 学术界 的朋友们 自己犯了风水的大错 弄得全家当产 还不晓得一直还在 嘴巴很硬 说风水学是迷信 我看了太多太多了啦 我就一笑自知啦 各种的夜报和无报的问题嘛 有一个 啊 我们的老 早期老信徒 他的工厂 做得不错 在台中 县区 那一家工厂做得不错咧 后来 后来因为 隔壁人家的房子盖起来了 他就把大门 改在虎边了 改到虎边咧 发现说 他的产品一直出问题 员工留不住 好员工留不住 不好的员工赶不走 也不做 弄成派情家当产 有个云联 遇到他的朋友 是我的好朋友 我就去跟他看一下 好 这家工厂 就是他文 开到这边来 文从这儿进来 是虎文 白虎旺的虎文 我说你改过来这边就好嘛 你改这边龙边来就好了 但是前面有一栋很高的房子 那你改中文就好了嘛 所以听我的建议呢就改过来 文下来咯 这个应在做 大门 这个大的工厂外大门 应安在龙边回家 因为他的办公室 这一家是办公室 所以这样来就是他的龙边 安过来 转为安 把这个拆掉 移过来 这都是 山不转 路转 路不转 人转啊 所以老祖说真的 告诉我们 风水的小细节 看得很简单 没有什么 事实上影响一个国家 影响一个工厂 一个公司 一个家庭 一个团队 这吉凶霍虎 非常的重要 不得不重视啊 祝福各位 各位 四万三知识 风水学的奥秘 千变万化 啊 啊 风水学的智慧 大物其外 细物其内 风水学的利与害 寥寥分明 在风水 就是天理呀 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 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 他也不信风水 但是相信易经 好了 有一天 有一天来到薛博士啦 我说你沾一个瓜看看 你家里的风水 他好吗 他好吗 我可以譜一个瓜 给你参考 我好 你不信风水 现在就譜你家里的风水 结果他挂一站出来 啊就是 前面 是硬 硬摇 动了 硬摇动 就是有障碍嘛 我说你家里有障碍咧 文权 有障碍 啊 门前的障碍 对你的家的孩子 智慧影响很大 啊孩子 是很乖 但是走不出去 就是他的家 他家还算很大 但是他前面这里都排石头 排很多石头 排石头是很漂亮 上面种的都是藤 钩钩 钩钩底藤 葛藤之列的 大业的葛藤 所以你们从这里吹龙边队 但是你这里葛藤塞住了 石头 一个 一个都很大的石头 我说我说 而且这里这里有瀑布 瀑布 瀑布有水深 我说呢 你这个 你的老婆 身体一定不好 而且在昆芒 是肠子 胃肠 是老婆 你的老婆 因为 气孩子 煩饿孩子 气了都吃不下 也因为你的文权 我也想下面的石头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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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那眼中钉 石头 石 就是雾极 所成 凉土和樱土合起来 为雾极 为雾极 为石啊 你皇子 要做别 向南是谁 那那的话 你要让你的孩子走得出去 第一 就隔藤 要把他全部清除 石头 把他拿掉 你的孩子就可以走出去 这就是风水 就是易经 那这些信徒呢 哈哈大笑 原来风水在我家 我不相信 现在我的孩子走不出去 三个都走不出去 弄得老婆每天 病院念头 所以我们 了解到环境 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 然后再帮助他人 这即是道 即是风水 即是易经 新法妙兰文 百千万节 今从前 我今请你祝妙法 愿赐功德 接回乡 祝福各位 谢谢 这些带完离病 愿我行公妙地生 这些带完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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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继继续来 为各位 来禅解 鬼谷子新法在台湾 梁仔风水学的奥秘 这是我们人所忽略的 鬼谷先师王产老祖开述我们说 你可以不信风水 但风水在我们的身边 你可以不信风水 我们生活在风水里面 受它品硬 所以我 洪华 风水那么多年 我的目的 是希望大家平安 不要受到自己的供高自傲 障碍了自己的家庭的平安 所以我们风水学 梁仔风水就是大门 外大门除非 龙边有煞气 有冲煞气 踩口安在白虎方 所以风水学 你 当你 家里 或者工厂 除非龙边有煞气 不然安在龙边是最好 但是有一所国小 在云林 有一所国小 很大的国民小学 他的大门 在这边 这边都是学校 前面有一条巷 远远的巷将近有六百公尺 六百米的煞气冲过来 而且是昆坊 学校是周冬 周冬向西 所以我就 請他把位置移楼 当时这个校长 竟由云林县政府 我们李月年的师姐 和黄的师姐介绍来求老祖 所以学校的老师 主任 都是胃和肾都是问题 不是洗肾 就是胃癌 校长就中风 所以新的校长 来了很烦恼 那学校不平安 学生就 也受到影响嘛 所以我就 跟着我们那位黄师姐 和校长也是姓王 她的名字跟我太太一样 叫王月娇 我去看 前面的陆冲 这昆坊 所有的女的老孙 你的校长最糟糕 我说你赶快移过来 移到这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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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都是店 这里是卖兵机 你生意很好 在躲溜 移过来以后 我说 平静了 学校平安了 山不转 路转 路不转人转 所以这个问题 你公司工厂 若是有这种问题 赶快移啊 不要说 路冲过来 五路财神 可以把财印多一点 我告诉你 会一败涂地啊 我看过的问题太多 就是这个问题 印证了这个问题 所以农很好 不好就是外在的环境 我们一定要 避免 各位 死亡 散知识 各位 网路上的好朋友 从第一集开始到现在来 我们开始四播五天 发现 好多朋友 手机上网上的朋友 每天在增加 就给我很大的信心 证明这个传播方式 大家都方便 除了我们自己 微信电视台之外 还有这个每天五分钟的时间 五分钟 就是五福临门 各位 闲事 各位 时望散知识 你有五分钟的时间 你用在手机上 来看这个节目 对你有帮助 好 对你有五种福气会来 好 喜神会道 若神会到 善神会到 财神会到 还有 哈哈大笑的 神也会到 何家平安的神也会到 我 我也曾经 看过一家 公司 老板的 住家 房子盖得很漂亮 他的门也是龙门 他别墅很漂亮 他前面有一棵树 大树 你这个房子很漂亮 哇 照有树也是很漂亮 但是注意 这个树 古树 有阴神 在这里 你最好你用红布条 紅布 跟白山脸 初一十五 你就用香 跟叉 拜拜 土地公神 已经来这里了 不然的话 你家里就好像晚上有人会在里面来走来走去 对了 做一年内的 我搬进来了 小孩子都被吓了 晚上不敢出门 这就是 这就是 英神嘛 好兄弟啊 他不敢你啦 他不会伤你 所以你就 他就 点三处箱 他在这里面 供养 初一十五给他供养 那有的收 人家 做土地公斤 过三百 给他收好兄弟 请土地公做主 我再转私给好兄弟 那就好了 所以他照做呢 从此以后呢 晚上孩子就敢到处跑 出去回家住主 晚上就敢睡 做做事 我们凡事住家有大事 你要注意 不然的话 你烦恼 有意想不到的烦恼 神 好兄弟也不伤人 只是我们要 会知道 敬神 敬佛 那相安无事啊